韩国过去几天来不断下暴雨 造成各地洪灾 累计至少有35人死亡 10人失踪 还有7000多人必须要撤离家园 其中中青北道的青州市 因为地下道被大水淹没 包括一辆临时改走地下道的公车 共15辆受困 警销人员赶到现场救出多人之后 还是仍有8人因此淹死 多人失踪 红色的公车被大水淹没 只剩下车顶还漏在水面外 救难人员在车顶上缓慢移动 有部分的队员还泡在水中 确认车内的情况 韩国从13号开始 国内各地受到暴雨影响 转为洪灾 发生土石流 溃提淹水等情况 超过7500人紧急撤离家园 中青北道的青州市 武松义公平地下道 从15号开始就有水流 不断淹入地下道 一辆因为暴雨 导致原本行车路线被封锁 临时改变路线的公车 行进这处地下道时 遭到临近的美湖江溃提 灌入大水淹没 包括公车等十五辆车 瞬间灭定 也酿成多人死伤失踪 在救难人员动用多台 巨型抽水机 将地下道的水抽离之后 目前公车跟小客车等 已经被脱离地下道 而在国外进行外交访问的 韩国总统尹席院 已经要求调动 所有可用资源救援 期望减少人员伤亡 同样发生暴雨 酿灾的还有印度 新德里的亚木纳河水位 更是高达两百零八公尺 创下四十五年来的历史新高 由贫民窟撤离的民众 只能够在马路边 搭起临时帐篷避难 但简陋的帐篷 也不断漏水 印度气象局表示 从七月开始 累计到十五号的 平均降雨量 已经达到三百零九毫米 是十二年来 同期记录的第三高 各位新闻承受免疫